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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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蠻強的啊 我還以為連日本都會廢廢的 像科目三那種 左擺右擺 其實結果沒有 他們跳嘻哈跳得還蠻好的 算比較日本風格的嘻哈 因為日本人最近 跳舞比較喜歡 有張力跟速度感的 它有一個 它撐一下然後 改變頻率 就你跳舞不會一直平的 像我前幾天有拍一個 我自己練舞的影片 這都很平 原則就練舞啦 沒有設計感 那它這個有很多設計感 前面睡 然後到中間突然呜一下 會讓別人注意到他們 我覺得還不錯耶 不對不對不對 我今天應該是要來 看一些好笑的 讓各位度過一個很歡樂的 看片戲演結果 不錯 糟糕這樣不OK 來看下一個一樣是國外的 這是美國人喔 這職業舞者了啦 這個這樣看起來 國外的可能程度比較高 因為我在台灣 我沒有用抖音啦 但我會用IG嘛 那據說很多人都會把影片 放到抖音跟IG 目前我比較沒有 這麼專業的舞蹈能力 然後觀看又很高的 像這樣 像這樣 好猛喔 它開頭它是用電流 然後它把身體 胸口這一塊做得特別棒 增強它的視覺張力 那它這邊改成用左右肩膀 然後換身體 所以會感覺很厲害 這樣下去不太對勁 我要趕快看路版的 我要廢的 怎麼都沒有廢一點的 我等很久了 就是你 我今天的影片 我就想要講像這樣子的內容 我覺得很有趣很歡樂 對 因為對我印象中的抖音舞 就好像這樣 然後據說它訂閱好像20萬嘛 比我還多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說啦 我可以跟各位大概簡單的科普一下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在做表演的時候 其實它的做法都很好 因為它是用唱跳藝人 該訓練的方式來訓練 就是一邊跳 然後真的一邊唱 那因為我們現在看東西都看歐美日韓嘛 所以有時候你要當藝人的話 比如像這種跳舞抖音 它總會有它背後的目的 想讓更多人看 甚至能夠出道 那或許更好 那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但假設這樣 你如果要表演唱跳的話 有時候是一個 國際審美觀的感受 要給別人一個國際感 畢竟跳舞這種東西很吃當地文化 比如說HIPPOP 那就來自於美國黑人 那KPOP 韓國 比較華麗 比較有面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的肢體語言 沒有輪回一些文化體的話 感覺就會比較輕薄 像剛才的那位小姐 會覺得她的身體肢體 比較沒有隱晦 當然也有另外一個本土化的做法 像台灣有些樂團就很本土化 但那個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用在唱跳上面 因為畢竟你的肢體語言要有國際感 才會紅到國外嘛 就很麻煩 這個時代雖然大家都有網路 但我們不一定會都看國外的影片 所以我們比較難得到國外的第一首情報 那我覺得會變成國際視野不夠 那時間久了你就落後別人 那跟我們現在有一個主要的 這個有點厲害喔 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的服裝搭配很好 因為他全部黑色 然後下面的鞋白色 但他的高筒 會讓他的腳步 因為他前面有很多 踩跳踩跳的腳步 會讓這個看起來更明顯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他有一段是 很像假裝聽音樂的 蹦蹦蹦蹦的動作 我覺得還蠻跩的 现在小孩我大概已经 麻痹到 小孩就该厉害的那种概念 你懂吗 因为我之前在日本 也有遇过那种小朋友 也很强 当然强是因为 父母逼他的 应该这样讲 因为日本现在教育 从爱的教育 宽松时代改成严格的 这种圈领的方法 他们现在很多父母 都会很严格的去 雕小孩某项才艺 就看过跳舞很强的 然后他当时彩排 因为跳错动作 他就直接吐下座 跟大家道歉 因为他父母在旁边看 其实也就一个小小的错误 其实我好像过两三年以后吧 他变得更强 然后开始会接到一些代言 我觉得有时候 偶尔魔鬼一下 可能会遭就一个未来的天才 这种风格我就常会在一些 网路上 不管IG或Facebook 然后我就觉得 到底谁会看这种东西 结果这种好像还蛮红的 在华人地区 台湾或大陆 或许是否不会跳舞的人 他们看了会想跳 因为这个门槛就低很多很多 一个动作重复很久 以神美感来说 我个人是不合胃口 但看得出来他们都会跳舞 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好像很多这种抖音舞类的都很爱扭下半身 一直摇他的屁股跟大腿这一块 因为大致上面视觉上会有三块 臀部跟大腿 然后膝盖到小腿 就是一二三 他们一直这样子摇 像柯木三一样 就一直左右一直摇 一直摇 到底有什么好厉害的 听说最近还有柯木三的舞蹈比赛 我真的搞不太懂 果然果然他们是会跳舞的 同一批人 他那个抖音号一模一样 像以前也会有一些前辈会告诉我 说一块你如果想要做什么 想要成的话 就应该要先做很芭蕾的 很鸟的 让不懂的人都接受你以后 再去做很艺术家的 很职人的 那我一直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会 就比较硬刚 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 这个时代 比我那个时代更难成功 是因为有网路了 除了YouTube以外 还有抖音 那抖音你要在这么多国家 得到一个关注度 你当然要很特别 那或许让大家都很认真的 你很飞 你就赢了 所以有时候要经营这种 也蛮困难的 你要让大家怎么注意到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的 有个网友整理五大台湾 他觉得最OK的 给我看 我没有舞台湾的 看我的 还不错啊 跳舞跳得很帅啊 很漂亮啊 我很喜欢女生跳舞 帅帅的 因为性感 可爱 摇屁股 那个很本能 当然也不是说不用练就能够会 就是比较快会的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有经过努力的美感 那我觉得她有给我这个感觉 因为都台湾人吗 帮她推广一下好了 安妮塔 好 下一个看看 叫做Ivy 这个也蛮不错的啊 她跳舞也酷酷的帅帅的 然后跳比较HEPA类的 没有在咬衣咬屁股 这个跟上一位我觉得 力量的收放再精准一点 然后可能这个暴度的拿捏再确定一些 或许会很好 她们都算是我理想中的女团的模样 因为我理想中有三个男团的范本 一个女团的范本 她们可以做到我要的那种感觉 她们有经纪人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或许可以合作一下 好 下一个 我点错吗 换来小熊的玉 是怎样的 所以她们原本很红是不是 可能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不错 老实讲 我从来没有觉得她跳舞厉害过 因为以前她们一整团表演 跟这支舞的难度比的话 又有落差 所以这支舞我觉得 她跳起来还蛮好看的 她的基本功很好 每个动作做得非常的精准 还有她的那个脚 她后面有一段抖脚那个 那个我觉得很累 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做那个动作 但她做得蛮好的 但她做得蛮好的 reached out to ź订阅 吞 带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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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